Hello,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8.28大促到来之前的店铺工作,划重点,1.8.28大促预热期,做好店铺报款,主推款造势,虽然速卖通,预热期还没有开始,但对店铺报款,主推款的造势活动,应该提上日程了,无论是通过站内推广,还是站外推广,卖家在预热期做好了,相关产品的造势工作。 那么产品在大促期间的表现就会更好,大促出单的产品基本上是店铺内日常出单表现比较好的产品,在大促期间,这类产品的出单效果表现会随产品参加活动有所不同,如果产品参加的是单品折扣活动,其大促出单表现会是平常的3-5倍。 参加大促flash deal,日常出单产品在大促期间出单,会是平常的10倍甚至更多。 8.28大促是下半年年度双11大促的一个跳板,8.28大促的效果肯定不及双11大促,但如果8.28大促的效果好,会对三个月后的双11大促有极大的助推作用。 因此,8.28大促对于打造新店铺,激活老店铺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 卖家们要重视起来,在报名大促活动时,店铺内的爆款、主推款一定要突出高性价比,而不是与竞争对手处于同意水平。 所以,为了吸引买家、店铺的爆款、主推款在定价时,折扣力度一定要大。 综合通过各种折扣手段,最大限度把买家吸引进来,并成功下单。 三,满减优化,首先是满力减,力度可以大些,以刺激批发客户。 其次,满建者,主要是刺激批发客户,不是太多的产品。 最后,满包油,这种活动主要是针对批发客户较多,或者发多件,才会有利润的产品。 四,搭配套餐,做搭配套餐的核心,就在于店铺内的爆款,主推款以老代新。 并且,只要不同产品搭配完整后,整体不亏钱,就值得去做。 不用苛求套餐内的每个产品都赚钱。 五,互动活动,大作期间,可适时设置一些互动游戏, 以提前,获得买家关注。 同时,店铺内的爆款,主推款,潜力款,一定要设置拼团活动。 二人团,多人团均可设置,爆款,主推款可设置多人团。 新品,潜力款,可设置二人团。 六,粉丝营销,必须要发起,预热期。 一,卖家可重点针对店铺的爆款,主推款重点,发布高质量的文章帖, 清单帖,买家秀帖,视频帖,大促来临前。 卖家可通过吸引粉丝,参加日常试用,即平常积累,来多积累粉丝。 另外,社交内容发帖,也可利用起来,将站内发帖内容,同步到站外网站。 七,竹窗的话,朱老师建议卖家用,在出单好的产品上面,爆款,最好能加竹窗,达到锦上添花的效果。 八,联盟用金,可比平常高些,大促主推款的联盟用金,可以比平常高些,最大限度,获取站外流量。 另外,新出的买手营销计划,店铺内,有足够利润的主推款可设置一下。 九,用网红推广配合来打造潜力款,网红推广主要目的,在于打造新的潜力,而不是为了爆款更棒。 卖家可在YouTube和Facebook小组中,寻找到合适的网红。 二,维持好店铺内,新品的高转化率,大促价格是不计入,30天最低价的。 所以活动期间,新品价格可以设置成尖叫价,结合单品折扣,优惠券,满减优化,搭配套餐等多种方式,将新品设置成尖叫价产品,达到推广新品的目的。 同时,大促期间,流量高度聚集,是卖家推新品的绝好时机,卖家要把握住。 因此,在大促前,卖家最好能多上心,在折后价,突出高性价比,并结合网红测评。 补单,以维持一个,比较稳定的转化率,确保新品,有好评和晒图。 大促准备阶段,卖家要善用营销邮件,提醒买家大促,会有活动优惠。 也可针对老客户,追新品Giveaway,每一次大促都是,为了满足买家的期望,给买家带去欢乐。 为此也需要平台,和卖家的良好配合。 目前,大促准备活动,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。 卖家朋友们,在此期间倾注再多精力多不为过,期待卖家朋友们,在大促中的精彩表现。